Hello 大家好 我是咖喱將 今天來和大家玩新玩具 就是我最新買的 DJI Spark 航拍機 這部航拍機是非常之細部 而且非常適合新手玩 其實我是一個遙控白癡 遙控車、玩賽車都是非常之廢 究竟我會不會炒機呢? 我們現在馬上來試一下 我買的是COMBO 裡面是有遙控器 還有這個袋子 我買的是紅色 紅色是蠻漂亮的 比起白色就不太普通 裡面就有這部機器 我現在要裝了這個 這個叫什麼? 螺旋掌? 先加了這個掌的框 就不會太容易打傷手 而且飛得穩一點 那究竟是怎樣裝的呢? 先研究一下 好聰明啊 我弟弟解決了這個宜蘭 可以裝下去了 其實現在都很大風 不過我們還是要玩 按它的屁股 咦?它開著了 嘩! 對著自己 喂? Hello 喂? 沒有反應啊 它 按著了 我明白啊 快點 好聰明啊 有感覺 好恐怖 很恐怖 好恐怖 可以到你啊 你想上最重要的嗎 既然就會過來一起拍的 這件是很恐怖 你摸到魚就好嗎? 對 對 你怎麼說不夠 你怎麼大一點 Yes 現在牛精仔奇珍贏了 第二名牛精仔 耶,成功,哎,脫鞋 但是還是不成功,他自己飛起那個東西 你意思不意思玩啊? 好,厲害,你飛高一點吧,不怕的 跌爛了,可以換過的 好了,我們來到海灘邊 就打算拍一下海的 但是我發現的問題就是 如果在沙那裡起飛,還有降流好像不太好 所以就來了這個公園 其實前面已經是海灘 成功,你知道嗎? do 今天 DJI Spark 的試飛來到這裡 我自己覺得挺好玩的 不過第一次玩是有點害怕的 因為怕撞到或者失控 或者掉到海裡真的非常害怕 但至今仍然是容易操控 但是它的免搖控、識別人仰的手控飛動 我還未成功 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它說了還是我的問題 這個要再試一下 是好玩的 你覺得呢? OK 對,它是覺得OK的 希望我可以在接下來的旅行 用這部機器拍多些漂亮的影片給大家看 喜歡我的...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給我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